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来到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吧,卡西,使徒 昆虫,油拆,慈安家,前锋 这个阵容要溜起来的话,得是抓慈安家,且昆虫给到支持 上来找到油拆这种局,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没得打了 这个点溜不动,压根溜不动 这个局应该是一个使徒保平真胜了 这边的话直接沉默,上来先给你来一刀 一刀打上以后往中间走,看昆虫能不能给支持吧 昆虫这边没有动,没有动的话就被两秒钟猫好咬住一刀带走 前锋 跳过来打前锋 你在跳的也是,说实话有点让我没想到 这一波跳过来打前锋 因为当时那个位置呢,油拆是已经进到了鸟笼 所以说这一波你跳往前跳板子下掉 打不到这个油拆的,说实话是打不到的 所以说这边打前锋蛮不错的 但你要考虑到就是万一你找不到呢 人家意高人胆大,确实 这个分段的监管者,哎呦,这只猫放的不错呀 那这波打完基本上就锁定游戏胜局了 因为这边的话会干扰到昆虫的密码机 然后前锋这边是半撞,他还救不了人 那你得谁救呢,这三加救,昆虫救都没有薄命呢 前锋不可能来救,这前锋状态补不了 一分半,我决定,我觉得已经可以宣布这局使徒的一个迎面了 写不出剧本呢 要么就是这波卖掉了 卖掉以后呢,球者这边怎么打呢 第二波,昆虫或者三加六穿 行不行,好像可以 只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前锋这边的话去找这边队友补一波状态 然后准备卡死来救一波 呃,猫的话现在是处于一个cd7 但是因为有这个昆虫是没有那个活命的 所以说这边邮差救下来就直接没啊 挡一波,飞轮躲 这里的话追刀打昆虫 换挂嘛,跳了一波,一厘米跳 问题不大,因为这边击倒昆虫以后昆虫修不了机子 前锋这边来保佑有精神 我一刀带你走,来 前锋过来的话得吃刀的 拉球,叮 哎呀,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呃,穷人这边其实应该是可以判断到使徒是一个精神的吧 如果他是个闪现,刚才可能就抓前锋了 如果是闪现的话,刚才可能就抓前锋了 他应该能够判断到,所以前锋这一波的话 呃,这边三加过来 三加过来的话,这边大概率就不下来 尽量给他三加,大概率就不下来 跳过来,好一刀打 前面的话有猫 再一波跳 过来沉默了还 绕,绕,三,二,一 飞轮,没交出来 只能这把的话我只能说就是 喀西这个使徒确实打得非常的好 然后开局节奏也顺 休息这边是完全的被拿捏住了 一点机会没有,这一点机会没有 变成放猫 来,精神给他前锋,前锋最后一波 好像这边修完机子就行 跳过来,哎呀,刚好 好的,也是该来本节目,下期见,拜拜